許芳瑩在這個戲裡面呢 導演真的很懂得敬好尊賢 送給他三隻小鮮肉 所以他說他沒有遇過這麼鮮的啦 不過那時候我比較胖 但是呢 到了現場我覺得那個小鮮肉 都瘦了很多年 所以我不覺得他們是小鮮肉 所以你喜歡比較有肉 比較壯的那種 沒有沒有 我不一定喜歡哪一種 在我看順利就好了 那像竹薛洋跟柳冠妮這種可以嗎 太高了啦 太高了啦 不行啦 好啦 那羅俊說啦 阿比 接下來呢 下一位呢就是 國民阿嬤 俗巴阿姨 先幫我往前一點點這樣子 這根本就是直想誤人的 等他說現在要誤會尖叫 俗巴阿姨這次呢 在裡面呢有客串一場戲 但是裡面呢 的飯相非常的特別 我看一眼就印象深刻 而且導演 對… 這個呢 因為趕時間之後 簡單講一下 好 然後從已經到現在 沒有一個 小鮮年紀這麼大的 就是簡介一下 俗巴阿姨在這個戲裡面呢 導演真的很懂得 敬好尊賢 送給他三隻小鮮肉 所以他說他沒有遇過 這麼鮮的啦 不過那個時候我比較胖 但是呢 到了現在我覺得那個小鮮肉 都瘦了很多 所以我不覺得他們是小鮮肉 所以你喜歡比較有肉 比較壯的那種 沒有沒有 我不一定要喜歡哪一種 在我看順利就好 那像竹鮮陽 就有換你這種可以嗎 太高了啦 太高了啦不行了 好啦那羅俊樹啦 因為法語不會講 所以呢 我自己很像都還是講英文 然後這一次跟這個導演合作 也是很特別 我們配音 短片10分鐘短片 我配了8個鐘頭 哇 你沒有生氣 我快哭了 哈哈哈哈 對 我只有2到3.8劇的過程 我覺得要講 你可以再講兩句 可以 因為我愛你啊 OK 那我就在那跳個舞好了 哈哈 當演員的時候 你認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 因為歌手已經這個職業呢 做了一陣子了 所以 現在可以自動導航了 哦 就是 大概都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演員 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為你要把你眼睛 耳朵跟聲音同時打開 觀眾在電影 或是在螢幕前面 他看 真的會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有把這個 當下 放進去這個演出裡面 所以 真的不太一樣 好 那這次呢 拍這個影片 開不開心 開心啊 那跟9月8月8月合作 愉不愉快 太愉快了 那這次呢 跟這個導演合作呢 是不是非常的幸福 幸福 幸福 好 一句話 一句話 簡單的跟我們推薦一下 愛情神師這個作品 呃 就是有很多愛情故事 但是我 明明會上映 要來看喔 謝謝小豬 你這一次呢 是跟鄭秀文 以後鄭秀文姐姐合作 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鄭秀文姐姐合作的心情 好 很好 謝謝柔懷批 謝謝 你不要講講句啦 很專業 就是讓我看到一個 以後這幾位 是以後的那個專業 他一來他的劇本就寫得滿滿的粉絲 哇 然後他一開口 發覺說 你可以試著在戲裡面講廣東話 然後他一講廣東話 就哇 再看香港 練練這件 就能戲他的感覺 所以你是個觀眾是不是 然後 然後今天次也在 他又開始跟他廣東話講一些話 然後現場就變成好像 哇 在那個 香港 這樣子 哦 好啦 接下來會就是進軍香港 因為廣東話要好練練好不好 我一定是很高興啊 我一定是很低啊 你吃完 還有 我吃到 要吃到 你吃見 那會很高興 你吃到 我吃了